海洋環境 看到受傷的海洋環境 一方面會覺得很傷心 可是一方面會覺得 其實我們並不是無能為力 我們是可以重來去保護它 甚至可能設立海洋保育區 可能一個區域讓它禁止捕撈 或者是禁止進入 一段時間生命是會回來的 我覺得跟海洋的接觸也是緣分一場 因為老實說我對海的第一印象是 我超害怕海的 就好像幼稚園的時候 父母帶我去墾丁 然後就遠遠的看著那個海浪過來 我就哭了 因為我覺得海浪太大 所以我對海的第一印象 其實是嚇到哭 但後來呢 我的第一趟旅行去了埃及 然後埃及它有一個西奈半島 那邊其實也是潛水勝地 所以我到了之後呢 就看到很多潛水店 然後就被推坑說 欸你都來了 應該要去潛潛看 那是我第一次潛水 非常可怕 但非常可怕的同時 我就又發現說 哇這是另外一個世界耶 然後地球70%都是海洋 那我也想要去探索看看 這70%的世界 所以在那之後回來台灣 就開始學潛水了 我對海洋生態的了解 真的是 從國外回來之後 我才有很多新的認識 我去了巴厘島 然後那邊有一個地方 就是很有名的 有很多的摩拉摩拉 然後它是一個很巨大的雨 現在很稀有 所以全世界的潛水員 都會特地到那邊去 就是希望能夠跟這個雨一起游泳 認識摩拉摩拉之後 我想說 哇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就開始Google它 那也很意外的發現到說 其實在台灣東部的海岸 曾經也有很多摩拉摩拉 那為什麼是曾經呢 因為我們把它吃光了 印尼他們就是選擇跟它共存 把它變成一個永續的觀光資源 然後他們也可以好好的生活在那裡 那我們呢 可能在早期對於海洋資源 第一個很直覺想到就是 把它吃掉 補到什麼 就吃什麼 把它變成就是經濟作物的一個感覺 所以到現在我們其實已經沒有什麼 摩拉摩拉 然後它就是俗稱的 翻車魚跟慢波魚 那因為它是很大型的魚種 它其實根本就不好吃 對所以 回想起這一整件事情 我都會覺得還蠻可惜的 長到獵捕 我也想到另外一個例子 是我在哥斯大利家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很長的海岸 是海龜的產卵聖地 所以那邊都會有超級大 就是兩公尺的海龜 就會爬上去 早期 大概1950年代那時候 當地的村民是會吃海龜的 因為海龜很大 然後覺得哇補一隻可以吃很久 但後來呢 有一些美國的學者 就來到那邊 就發現說天啊 這邊就是一個大自然的奇蹟啊 所以就很努力的遊說當地的政府 然後還有教育當地的村民說 為什麼我們要保育這些動物 然後一直到了現在 那邊就跟剛剛講的巴厘島一樣 已經變成一個就是全世界 要看海龜的超盛盛地 我就會你知道 反觀台灣 他們小琉球啊 甚至我們很多的沿岸 都有很多海龜 那其實他們真的是很值得我們更去重視 然後做更多的事情去保護他們 我就是愛他 之前有跟朋友討論過 就是人跟環境的關係 現在可能這幾年在台灣 戶外活動是越來越盛行 那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因為我相信 對於環境比較不關心的人 有很大的機率是他們其實沒有去接觸 就是真的去感受到自己跟環境的連結 還有我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因為人當然不可能去關心 自己根本不認識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跨出去 這是很大的第一步 那如果你跨出去之後 你願意去可能慘看你的心胸 然後真的看見他的美 不只是去玩 因為如果你只是去玩的話 你可能就覺得啊反正我來這邊看看 然後就走了 不會去想到說保護他 要怎麼樣讓他可以 維持是現在這樣子一個很美好的狀態 然後甚至以後是可以 讓我們的子子孫孫 都還可以看到現在的美好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去感受到 人類跟大自然的連結 然後甚至我們其實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就是這個意識的感覺是很重要的 那透過戶外的活動 我覺得是可以去增強這個意識 然後甚至是像一個按鈕一樣去把它打開 我有發現垃圾很多 然後很多廢棄的漁網 也會發現很多珊瑚其實都白化了 就以前可能是色彩繽紛的 因為可能全球暖化的關係 他們就白化了 但是呢我也因為這樣子有去看 關於白化這件事情 它其實是可以復原的 可是它是有一個時間內 必須要溫度是有被降下來 然後甚至是環境是有被改善 它就可以復原 所以就有一點像是 看到受傷的海洋環境 一方面會覺得很傷心 可是一方面會覺得 其實我們並不是無能為力 我們是可以重來去保護它 然後甚至可能就是設立海洋保育區 然後可能一個區域讓它靜止捕撈 或者是靜止進入一段時間 就是生命是會回來的 所以我覺得知道這一件事情 會覺得其實很有希望跟很有力量 我有看統計數字顯示 就是近年來的近海漁獲量 其實是逐年在下降 然後甚至可能跟30年前比起來 已經不到一半 那其實這就說明了 我們如果不去有意識的改變現況的話 甚至對漁民的生計是有害的 而且全世界海這麼的大 但真正受到保護的卻只有不到1% 所以我相信就是更有系統 然後真的去執行設立海洋保護區 是非常緊急 然後大家都應該要去關心的一件事情 我希望大家能夠更加的來關心海洋保育的議題 因為我們都很喜歡可能去海邊啊 甚至去潛水啊 去當一個觀光客看看這些魚的家 那我也相信這是我們的責任 要去保護他們 我覺得永遠不會太遲 只要我們開始意識到 甚至是開始有更多的溝通 我相信就是大家會漸漸的越來越發現 其實對於環境 並不是保育跟經濟發展只能選一個 而是有永續的方法 就是大家會希望做幾個小時 叫做中文貝 那算是 documents 麻